好高興 今天可以在這裏和大家見面 看到很多家庭 一家一家 夫妻呀 有小朋友一齊 很溫馨 所以在這裏為802的大家庭感謝主 又為Dennis和Flora你們的衛生 擺相 還有帶領你們的勞府是不是屠然的 而且你們作供的果效一定會隨著來的 一年之計坐於春 現在是一月份了 就開始 最近我是不斷地和弟兄姊妹 和大家一起走這個旅程三十多年 不經不覺了 敬拜會到底走什麼路呢 到底我們有沒有忠於從天上而來的異象呢 當然我看到正話Joanne 看到Philip 你們的見證非常感動的 因為你們都是渴望 單純的 而且有經歷主的 也都有這樣的分享 也都很追求 無論話語的規模是有哪些在我們前面的一些的老師 或者是領袖給我們的 我們只要能夠完成主託父給我們的任務 在我們這一代來的 服事主又將我們學到的東西 又傳遞 將我們的信仰價值觀傳給下一代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想跟大家快快地反思一下 到底因為敬拜會是重臣領袖的一個異象 和一班有榜樣的人 一直走到一天 802都是這樣的 記不記得很多年前我告訴大家 有個巴士夢 大約是這樣的 那時候我就鼓勵大家 我夢到一個巴士坐45人 透過這個巴士裡面 我看到的東西 就是收銀的巴士 司機是誰 他說現在我們45人 有一半人去旁邊的空巴士 你去那裡吧 那就有人下車了 去了另外一個空的巴士 發覺有四五十個位 只有二十幾個人 很快就那個空的巴士 還有騰空的位置出來 那兩輛巴士就坐滿了 這個凡有生命的 是會倍增的 我今天還記得那個夢 我發覺哪一個人 無論是家庭 或者什麼團契也好 什麼教會也好 如果是有這樣的一個理念 就一定會成長的 因為成長是負責任出來的 成長不是因為我們讀聖經親近主出來的 是很好 但那樣東西是為什麼呢 是為完成神在我們身上的一些任務 因為祂升了天 祂說我在地上做的事要繼續做 而且要緊守進行 這是大使命 所以 到底我們教會跟大使命有什麼關係呢 到底我們的大使命 是什麼大使命呢 這是很值得思考的 所以一年之計在於春 一生之計在於勤 我們是要很恩勤地來講論神在我們身上的作為 又要很恩勤地教導我們的兒女主所做的事 包括我們淑寧的兒女 所以今天在家裏面有年輕人和一切是非常好的 好了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不要鳥陷式 大家綁好安全帶 因為我不是經常都有機會在這裡 慢慢可以細化的 我想用一個很快速的鳥陷來看一看 從使徒行轉 這個初期教會的一個紀錄 初期教會的三十多年裡面 使徒、保羅和一群的人 怎麼會在三十多年裡面 整個地中海被他們影響到呢 為什麼沒有大羅大古、沒有建築物、沒有程序 又沒有專職的甚至一些領袖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影響當時羅馬的社會呢 再過一百年後、兩百年後、三百年後 整個歐洲被他們改變了呢 包括羅馬的帝國 所以到底他們有一個從天上來的議障和策略呢 我就簡單告訴大家 想當年是不是 我相信主是42年之前 我在1979年回來香港 我就要開始做律師的工作 但是因為很清楚的神呼召 我悔改信了主 在1991年和太太結婚的時候 在1992年開始認識王世岳醫生 和胡平環長老呢 我們很清楚我們三個人和我們的家庭 神開車在中間和我們說話 因為那時候香港也沒有什麼聖靈的工作 可能有幾個人 我們就這樣開始在王世岳醫生的家裡聚會 然後探訪我們的親戚、我們的朋友 一個個的家庭信主 從那個開始就變成一個家庭的聚會 可能就變成兩個、兩個變成四個 然後這十幾二十個家庭 就開始有一些比較多人的聚會了 慢慢就變成一百幾十人 在溫沙公爵社會服務大廈裡面 有一百幾十人 後來去到會展 去到一些再大一點的地方 三四百人的時候 聖靈就強勢加入 租不到地方的時候 然後我們想一下 其實不如我們分開兩隊 胡平凡長老去荃灣帶著一百幾十人 王世岳長老帶著又一百幾十人 不如你去九龍吧 我就很開心的 因為你知道我心裡都有神的話語 很多時候只是介紹王世岳長老出來出場 只是介紹自己都說了半小時 因為我沒有份廣主的話語 那時候是很興奮的 所以一家一家就是這樣 你知道今天敬拜會走過這麼多路 大家都是一家人的 從這家到哪家 從這區到哪區 我們有十幾十人 有些會親密一點 有些會少一點 沒有那麼多見面 但是都是一家人 到底我們的教會模式是什麼呢 因為每個教會今天都在反思 2020年全球都出現了一個情況 就是原來可以在家裡學習的嗎 連教育都可以在家裡進行 在網上進行 然後今天我們教會的聚會 整班弟兄姊妹原來在zoom上 這樣都可以 其實我一個星期有八個這樣的聚會 一個星期 很親密的很專注的 這樣可以大家建立很親密的關係 學習主要話語 到底今天 為什麼神叫我們重新再設定 有些的東西呢 有些人說哎呀 怎麼算呢 我們現在教會租了一萬幾兩萬呎地方 或者本來可以一千幾百人聚會 但是現在都做不到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再恢復 有時恢復下 有時恢復不行 那各位在問怎麼算呢 這是一個反思的日子 我們都重量要反思 到底神在敬拜會 你三十幾年裏面 你稱為801 你們是第八區 為什麼會一個區一個家庭 家庭的聚會變成八班人 為何八班人變成十幾班 那一路走下去到底是怎樣呢 到底我們聚集是為分散 因為我們分散是為了聚集呢 這是很重要的觀念 我又問問大家 如果一個教會是為了分散 我們很多小組 很多家庭聚會 為的是我們的區 我們的教會 感謝主現在一百人差不多變成一千 明年希望一千變一萬 都是我們的教會 那是不是這樣呢 所以使徒行轉看出來的 初期教會走的路是怎樣呢 耶穌基督交給保羅那套是怎樣 保羅交給我們聚集會的長路是怎樣 因為你問我 我只有一招 我是沒有去讀書回來怎樣 拿個牌 我讀律師就要拿牌 但是 我們教會不是靠 有個學業的資格 就做牧師來帶領教會的嘛 這個感謝主有很多人是這樣 但你要知道 為何Stanis和Flora可以帶領一個教會呢 為何我和太太太又可以呢 那因為我讀視到橫轉看到 既然保羅又是律師 又是做生意的人 他可以 我都可以啦 就是這樣 好嗎 我和大家打開今天一個PowerPoint 不過大家真的要留心聽話 因為很濃縮 有機會再拆開 其實可以用幾天跟大家說 剛才說的內容 但是這些小小粒容易吃的東西 是要不斷地口語化、內化的 主叫我們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 到底初期的教會和今天 什麼是使徒的教訓呢 什麼是使徒呢 使徒是被猜派的人 耶穌是最大的使徒 他被猜派所以他猜派人 一個以使徒和先知為根基的教會 一定是接受猜派和猜派人的 因為神有個計劃 祂不是個人的 你知道家庭不是個人的 今天有很多是個人主義的東西 我們唱的歌、我們想的東西 讀的聖經、思維 很多時候就是為主 就是多謝你了 我更加掌進了 是不是這樣呢 你的家庭是不是只是這樣呢 好不好 那我打開 我可不可以co-share我的screen 因為你們控制 你是不是有位大英控制 我有個PowerPoint 他剛才說的是一個 最開場白的開場白 好不好 那大家一起呢 我們歧一歧 天父多謝你 我為802的大家庭多謝讚美你 又為你在過去三十幾年 在香港裡面 呼召了我們這一群人 做一個榜樣出來 主要在教會眾多裡面 主要你叫我們為敬拜會 我們要敬拜讚美你 我們要被你猜派 而且要猜派人 我們要在這個世代裡面 你都明白你的心意 你的計劃 原來在其中可以執行 求你使用我們每一個家庭 因為我在網上看到 這個書很多是一家一家的 而且這個是很甜蜜 很寶貴的東西 求主祝福我們今天的學習 思念你的話語 然後我們的生命方向可以調整 求你充滿我們 帶領我們奉耶穌的名字 阿門 OK 繼續看PowerPoint 今天的題目就是 從使道行轉來看保羅有個策略 大家讀使道行轉到底是喀喀喀喀喀 使道行轉是心靈雞湯 或是教會的手策 如果你買一架 盧斯萊斯回來 或者買一架賓利或賓士 它有一個維修的手策 耶穌基督教會的手策就是使道行轉 大家知不知道福音書是何時寫成的呢 你打開一本聖經就是 馬太福音、馬學福音、路加福音、尤恆福音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福音書是在整個新約後期才寫的呢 福音書是寫給過了三十多年的教會生活的人 大家知不知道原來使道行轉 大約是公元七十年左右寫出來 是路加醫生寫的 但是路加醫生他是跟著誰人呢 為何會寫到使道行轉出來 寫到路加福音呢 馬可是誰來的呢 他為何會跟著彼得 就是初期教會有三十多年的歷史 為何會寫在使道行轉裡面呢 使道行轉的出現 就等於說教會已經出現了在二十八章裡面記載的 從借家到那家 從借城到那城的大使命的執行 所以我們來看那個 今天想大家就看那個第一 好了 我們說 敬拜會到底我們的木異像使命是甚麼呢 我們要再施 因為今天很多的教會說 哎呀 不知道怎麼辦 A計劃不能夠執行 唯有個個在家裡 小小的聚會 或者是網上聚會 就說不如執行B計劃 到底我們今天是耶穌基督的A計劃 B計劃呢 請去第二章 這個你知道嗎 十周年 二十多年前的 Patrick就應該在這裡 你在哪裡啊 Dennis 你也是在這裡的 是不是在這裡啊 十周年 二十多年前的 我還沒戴眼 起碼二十五年 OK不要緊 這是歷史而已 OK 你差不多是那時候出現了 OK 下一張 以這個速度 你們會不會嚴慢一點 OK 那我記憶呢 我自己寫出來 敬佩會是一個 執行大使命 和遵守使徒的教訓 以初代教會的模式 和家庭的關係 來營運的教會來的 大家記住這個 因為我們是沒有其他的目標的 就是執行大使命 你不要這麼快飛走 我先不如你 你照著 留那張東西在這裡 因為我最重要是 大家看到我又看到 是不是 那什麼叫使徒的教訓呢 那什麼叫使徒的教訓呢 簡單就是 我自己沒有依靠那個程序和建築物的 我們最緊張的是哪一班人 是和他們一起生活的 那這個是 我們這些領袖稱為家長 什麼叫家長呢 就是一個家庭的關係 他呢 就照顧你們的 他是你的牧長 好像爸爸那樣做家長一樣 嗯 那不是因為他知識多 是只不過他承擔多 Denison Floor 不是知識一定比你們多的 他不會比你少 但是因為他愛你多一點 他關心你多一點 他願意負責多一點 所以從一個家庭裏面 到很多眾家庭組成的教會 我們的教會的領袖就是這樣生出來的 下一張 那這個 我們有個使命的 其實很多時候都沒有唱這首歌 我們這首歌 香港 建立一個 強大和合乎聖經的群體 然後往世界各地去建立一個 強大和合乎聖經的教會 我們為何要講聖經 為何要講見證 就是要按照神的任務 他有個大使命 大使命就是我們教會的使命 大使命是三範的 第一就是 他說你要使萬國萬民做我門徒 這是第一 你們都有所謂建立門徒的一些工作 第二 就是叫人洗禮 加入教奉父子聖靈的名 洗禮 要commit 在家庭裏面 去到第二章 第三 但是不要忘記 大使命是什麼呢 大使命是耶穌說 凡我吩咐你的 你都要教訓他們遵守 為什麼我們要用聖經的話語 教訓人呢 這張照片看到荃灣敬拜會 我就戴Keevan獎勞 Keevan是戴Win King Win King是戴紅色衣服 紅色衣服 白色衣服 白色衣服 紅色 紅色 再戴一個橙色 紅色 這裏是七代人 他們個個都戴著一些組 有些多些 可能幾十個組 有些幾個組 有些是幾個人的組 但個個都說我要做家長 這一個是一個 我們的使命是以一個 簡單 而且可以重複 而且是容易傳遞的教會模式 什麼叫簡單呢 家庭就簡單 家庭關係總之是很簡單的 如果你不是用家庭關係做教會 是很複雜的 開會也有很多程序 很多層次的架構 可以做到很複雜 好像企業一樣 有些教會 我批評也不是比較 但是你一企業化 一很組織化的時候 缺乏了家庭的關係 就不是簡單 就不可以人人都可以複製了 敬拜會是人人都可以複製的 是不是 Dennis和Flora 你看到我們是這樣 你看到周圍的弟兄姊妹是這樣 帶你出來的弟兄姊妹的榜樣 和你跟著你的榜樣走出來的人 可以重複 而且容易傳遞 大家要思考一下 我們這套東西是否容易傳遞 換句話說 我講完的東西 你知不知告訴隔壁的人 而且是很整傳的 初期教會是這樣 所以這個《市道行轉》裡面 是簡單的教會 但是它是一個complex network 今天我們也有complex network 因為用Zoom 是可以白白聲一直去的 但是如何維持這些小組 和家序和教會的關係 就靠領袖了 為什麼周平時要見到Dennis和Flora 他又要找我呢 因為這種關係是家庭的關係 是跨區的 是有點複雜的 因為有時候需要很親戀的關係 不是經常見的 成為一個生養眾多 成為多族 而且差派人出去的一個逛街的教會 今天想大家想想想 我們的教會 如果跟其他的教會 你要比較一下 我們是比較近似初期教會 因為越來越不似初期教會 全世界大部分的教會 是越來越離開 初期教會 基督和祂的使徒的方法 因為基督和保羅是有一套東西的 那套東西是後世可以遵行的 什麼叫恒心遵守 但是一變到複雜 又不容易複製 又不能夠有效的傳遞給人 那我最近這兩年學到 再學一套新 其實是舊的 就是因為我學初期教會是怎樣走這條路的 所以我有八個組 每個組走幾個月 我就不需要再帶領了 他們自己會帶領其他人的 是怎樣把簡單的話語的規模 來可以交給別人 其實搞教會和搞家庭是一樣的 你想就可以了 你不想就搞不到的 就是結婚一樣的 你很想結婚一定會結到的 但是有些人想但是他不結 第二就是讀大海洋 你很想讀就讀到的 你要生兒子就比較難 因為是神職來的 但是你不想是生不到的 但是你想一定會生到的 但是你想不想就最重要是這個 下一章 所以這是實踐性的東西 你實踐你才學到的 比如一個人做組長做家長 你不需要認識很多東西 你願意就可以了 你一投入你就成長了 你不投入你永遠都不長大的 因為還要有人餵你 新的一年裏面 我跟大家快快地講一下 可能不用緊張 有機會再講 要檢視一下 到底我們敬拜會 青春敬拜會 不是每個人都叫敬拜會 我們到底教會 我們的使命和我們做事的策略 我們那套東西和使徒行轉 是不是相似的呢 開始的時候是很相似的 走著走著有些就會離開了 我再講 今天全世界的教會 大部份是離開了的 我們都要求主憐憫我們 不要離開 因為耶穌回來之前 他一定會檢討 到底 初初那個模式 為什麼有些人沒有跟 聖經是一章 八折士道人主演說 聖靈要降 在你身上 你必得著能力 這個能力是做什麼呢 做他的見證是做什麼呢 第一 就是福音在地理上 一定要擴脹的 你在中環就一定要去柴灣 在柴灣就要去懸灣 這是一明白大使命 就不會唱 《我們在借女真好》這首歌的 你知道現在的歌我聽到 都有點害怕的 那裡也不想去 《我們在借女真好》 這個跟主親密很好 但是主說我知 我都愛你 我知道你愛我 你出去啦 你要告訴別人 你過對面海啦 那就是福音在地理上 走過對面是重要的 而是洛薩蘭要去猶太傳地 猶太傳地在南邊 要去北邊撒馬利亞 直到他們來到香港 第二就是教會的人數和領袖的增長 一個有生命的教會 他的人數和領袖一定會增長的 因為這個就是大使命 OK 下一章 我們要學這件事 當我們說好 敬拜會和使徒行轉 是一個接軌的 一個按照這個模式來生活的 你一定要很留心 保羅和他講的東西 保羅在公元35年信主 公元38年39年的歸主 在33年他走過一萬六千里 他將這個福音 放在無數人的心裡 他還有六七十個人 他有個團隊到處去 這個團隊建立了無數的教會 33年 因為當初的福音書 那四個福音書大約是公元60年至90年 那幾十年裡面寫成的 很多是關乎初期教會的東西 就記錄在使徒行轉裡面 我們要很留心來學 下一章 如果我們讀使徒行轉 我們會知道原來敬拜會開始的時候 都是以這些模式的 今天我們是不是再走這條路呢 我很快跟大家看 在使徒行轉裡面 由第九章 保羅就開始進場 由第十一章開始 到二十八章 主要執行耶穌的計劃 和主要有一個策略做出來是保羅 保羅是有一套東西 是很穩固地建立門徒的 很穩固地建立教會的 今天我們需不需要一套這樣的東西呢 我們知不知道耶穌基督的計劃呢 是不是 一個人說一生之計 一生的計劃是春天 春天的時候我就問一問大家 你知不知道耶穌基督的計劃呢 第二 你知不知道祂是怎樣執行這個計劃的呢 是很重要的 講一講 使徒行轉第十三章 Marsh наход是保羅 耶穌就撞擊 巴拿巴帶著保羅離開安提議 到上赛 ved佬拉斯 南北上去比را敗安提議 去到以哥聯和盧據斯特 打到差不多死了 去到特比 一旦走轉再進回 打到躺在那裡的兩個城市 是鞏固的門徒 他就回家去安提議 這是第一個,下一章 這個就是保羅開始是這樣 有機會大家詳細讀《使徒行轉》 多點讀讀他幾十次,你會開始明白 第二次,他信了主 整班人有很多人信主 《使徒行轉》記載15章 教會有些人被猶太人混亂他們 要守不守這麼多規矩 第十五章開始,保羅第二次出發 安提科路一直到埃琴海那裏 那裏叫馬其頓 建立了埃琴的教會 貼薩羅尼加的教會 哥林多的教會 路經以忽所回到安提科 這是第十五章、十六章裏講的 下一章 《使徒行轉》到第三次 所以保羅再在安提科出發第十九章的時候 他就很長時間在這個埃琴所 就有兩三年了 那你要想一想 其實一個人要在我們敬拜會裡面 留得兩三年的 就可以做教會領袖了 因為保羅也是這樣的 他短的就是在安提科一年 長一點就是在哥林多年半 最長就是兩三年在異琴所 他就說我已經整套東西交給你了 因為使徒的教訓 當時是沒有聖經的 但他經過大量的對話 問來問去 我今天都問 你知不知道福音書是怎麼寫出來的 什麼時候寫的 要問的 不問你怎麼想呢 我們太多聽到是不想的 我們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到底是為什麼 下一章 我鼓勵大家想一想 然後後來 這裡應該是二十三二十四 不知二十六二十七 那裡開始去羅馬 去到二十八章 那就是 使徒行轉是無頭無尾的 802 敬拜會 弟兄姊妹 你就是使徒行轉的 第二十幾章 你是二十九章來的 你是使徒行轉的二十九章來的 下一章 OK 這個是簡單說了 簡單了 我現在開始說了 正說我開場白 大家是不是很累 是不是很悶 要不然我繼續說 下次再說 我很興奮 好了 基督和保羅是有一套方法 基督是有個計劃的 待會我帶大家想一想這件事 你知不知道基督有個計劃 他說我有個計劃 我講了給一個人聽 叫保羅 全世界沒有人知道的 只有他知道的 所以保羅是按照基督的計劃 走了一條路出來 他初初都蒙茶茶的 初初是巴勒巴帶他出身的 是吧 你要知道有人帶Dennis和佛羅來出身的 走一走一走 就到Dennis帶人的 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是以後常規性的指示 大家讀士都行 主要明白 有些模式是大家可以進行的 下一章 因為如果你沒有大圖畫 就像建屋一樣 你沒有藍圖 建了的屋 有時候要拆掉的地方 所以今天大家為什麼要搞個小組呢 為什麼要搞個家序呢 為什麼要搞個802出來呢 這個要明白 原來保羅說 有一個特別的跡份 大家有沒有讀過《二筆所書》第三章 大家有沒有讀過 《二筆所書》第三章裡面 是講得很清楚 有一兩個很重要的觀點 就是保羅說 神賜恩給我 你們也知道 他將一個跡份 跡份的原文 英文就叫做 Administration 或者Stewardship 或者好像一個Trustee 你們有些人做銀行 做信託部的 或者做律師的 知道有信託這個 或者是圍捉 有執行人的 他的跡份就是執行這個 這個跡份的字 這個原文是兩個字 是Oikos和Normous 就是一個字叫Economia 今天叫Economy 那字在那裡出來的 什麼叫Economy呢 就是家庭和發展 或者是家庭和秩序的關係 換句話說 保羅的工作是有兩個任務 第一 他全天各福音 第二 他說耶穌有一個奧秘 什麼都是一家人 外邦人和猶太人一家人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用家庭的關係來搞教會呢 就是因為我們明白這個 保羅就說 你要和弟兄姐妹說清楚這件事 神的奧秘就是家庭 家庭的奧秘是什麼呢 你要講清楚了 下一節 下一節 保羅在二分所詞裡 三章第九和第十節 就告訴弟兄姐妹聽 他說 大家聽清楚 就像802的弟兄姐妹 大家聽清楚了 耶穌基督有個計劃 他計劃是怎樣安排的呢 就是說 尤其眾人都明白 這個歷代以來 隱藏在創造萬物的神裡面的奧秘是怎樣安排 如何計劃 如何安排 聖經是Plan and Order 就是說耶穌有個計劃 是怎樣執行的呢 就是為要藉著教會執行的 藉著教會是天上執政掌權的得知神 白方的智慧 所以藉著你 和弟兄姐妹 你這就是耶穌基督的教會 神藉著你和我 我們這一班人 但是這個是什麼的教會呢 是不是只是聚會的教會呢 還是一個以家庭的關係 秩序 和按照這個計劃來執行的 下葬 所以教會就是耶穌基督 在地上的計劃的中心 為什麼要搞802 搞教會呢 為什麼我們要一個家庭要變兩個家庭呢 為什麼要傳福音呢 為什麼保羅傳福音呢 為什麼你要傳福音呢 要想一想 為什麼會有使徒行轉呢 大家要想一想 路加醫生寫使徒行轉 為什麼要寫給提亞非羅呢 這個羅馬官員 路加福音和使徒行轉都寫給同一個人 為什麼會寫給這個人呢 你想想 好了 使徒行轉是一個簡單又可以重複 因為人人都可以做 又傳遞出去的模式 耶穌交給保羅 保羅交給提摩泰就是這樣 從耶路撒冷 從香港到荃灣 荃灣到柴灣 柴灣到大亞灣 動態的 弟兄姊妹 你們的家庭 是不是一個動態的家庭呢 我看你們都很動 你們又行山 又說什麼跑步 非常之好 但是這個 有沒有一個真正的使徒行轉的動態呢 就是聚集為分散呢 很多教會分散聚會小組家庭 是為了聚集 但是敬拜會 我們聚在一起 是為了分散的嘛 每六個月呢 在我家裡的家庭聚會 有來過我的家庭聚會 有來過 在麥當勞到 我想有些弟兄姊妹來過 包括Dennis和Flora 不夠一年呢 通常是六個月呢 最優秀的那班人呢 我們就說 差不多了 你去你家裡 或者我陪你 你們不如都重複做 你所經歷過的 在一年半載 在我家裡見到的事情 因為我們這樣敬拜 這樣講見證 這樣服侍 這樣祈禱 你都可以的 初初有點捨不得 但一去就不回頭 每個人都出了我門口 今天做了很多是長老 區長、家長 這個教會是 敬拜會始終要保持動態的發展 從借加度那格 但不是因為 我們覺得很好 不是的 是有計劃的 是有藍圖的 是有策略的 簡單的就是 剛才說的就是 初一代教會在地理上有擴充的 今天的教會 我們都要在地理上有福音 你想一想 除了你在北角聚會 為什麼有些人在九龍 為什麼他不可以重複做你做的事呢 因為空的巴士去了 有一半人去了 很快就坐滿了 所以耶路撒冷是這樣 去到猶太全地 又去到薩瑪利亞 去到安提安 下一章 我們重複說 基督是一個計劃 他的計劃的中心 最重要的就是教會 而教會最重要的就是家庭 所以初期教會在家裡 行心遵守使徒的教訓 我今天講的是一些屬於使徒性的教訓的東西 大家一下子未必消化了 但是你留心聽 然後你有Fellowship 你麥餅就是愛言 就是吃飯 所以在家序裡面 有機會聚在一起 吃飯會有很多人參與的 很容易帶到新朋友來的 我家裡是很多年 十幾二十年 是有幾十人聚會的 但是好像貨車站那樣 很多人來很多人去 很多人去 差不多時候 他們就會去他家裡開始 美好的動態的一個酸道的社群 但是最重要的教會是什麼 有人願意做家長 所以我鼓勵各位兄姐妹 你要成長你就承擔 你做一個小組的負責的人 做一個家序的負責的人 你一願意做你就會成長 三線就會變二線 二線會變一線 如果有多些人委身 一同服侍一同被建立 這就是基督的教會 接著下去 現在很快 尿陷式就說二十八章 是你不用怕的 很快的 因為使徒行轉二十八章 基本上有六個大的板塊 每一個段落 有一節聖經 比如第六節 第六章第七節就說 神的道興奉起來 耶路撒冷門徒的數目增加 很多祭司都信從了這道 走了六章 耶路撒冷的教會被建立了 每天都行心遵守仕途的教訓 很清楚說耶穌基督的福音 弟兄姊妹 你清楚耶穌基督的福音 你可否三分鐘說四五樣福音的內容 你可否說到耶穌釘十字架 從死裡復活出來 你可否說到他會再回來審判 你可否說到罪得赦免 你可否說到這樣那樣呢 好了,下一個 這就是耶路撒冷的教會的建立 當你讀到第六章到第九章尾的時候 初初是彼得、肥利這些人 那你就整個撒瑪利亞 也就是說耶路撒冷北邊的都順埋主 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的教會都得平安 被建立 被建立很重要的 人可以在一年至三年裏面很穩固地被建立的 弟兄姊妹、802弟兄姊妹 你有沒有這樣的目標呢? 如果你將兩三年就可以將一班人建立 然後給他們機會帶領教會 地理上面就會有擴充 人數就會增長 今天有COVID-19神 就叫我們大家反思、重設這件事 所以第二個版法在撒瑪利亞的教會 就是人們很準確地說耶穌基督的福音 有聖靈、有神職歧視 但是神職歧視是帶人進入基督的計劃裡面 不只是說彼此的服侍 或者自己享受這個恩賜 第三個版法我們進到 我們很快看到除了耶路撒冷和撒瑪利亞 差不多是九章、十章開始 十一章就去到安提摩教會了 安提摩是非常重要 因為從那天開始 使徒們整個思維改變了 不只是地理上面 不只是猶太人 原來外邦人這個大使命是叫我們出去的 所以神的道 日見興旺越發廣傳 這個就是十二章、二十二節的總結 你讀到十二章、二十二節 你知道突然間一個大的扭轉 保羅就被猜派出去了 在第十三章接下來 有一個新的群體、一個新的策略出現了 好了,去到第四個版塊 第四個版塊是怎樣呢? 這個還沒講之前 看第十、下一章 因為你看到保羅在第十三章 就會被猜派出去了安提安 保羅和巴拿巴去到 這裏有兩、三次政經是很重要的 帶出一個初期教會的 一套方案、一個做事的方法 還有他有個策略的 巴拿巴和保羅傳了福音 這是第一 第一,大家都傳福音 八零二,是不是? 你BBQ就好 你跑步就好 你傳福音就講見證 帶人信主 第二就是好小人作門徒 信主只是做信徒是不足夠的 一定要做門徒 門徒是接受猜派或是猜派人的 大人信主 叫人跟耶穌就是做門徒 保羅就走回頭路 那裏打到他很慘 那裏路斯德回去 路斯德以光念 就回到安提阿 他做什麼呢? 第三就是鞏固門徒的心 今天我就鞏固大家 叫大家好好讀好 保羅在《士道行傳》裏面 和他的書信裏面 他那套東西 然後你內化了 你交這套東西給其他人 第四就是 勸他們行守所信的道 最後在教會裏面選立長老 就將他們交託所信的主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都是這樣把802交託 大家給我們所信靠的主 然後你要恒心 你要繼續做這件事 有人會做你們中間的長老 所以這個簡單的教會 但是complex network 就是初期教會的一個模式 無論我們是801 802 T01 T02 或者什麼區什麼名字 不重要 因為教會的名字 是銀行戶口名字 最重要是家庭的關係 所以這個策略就是 去一個核心的策略的地方 傳呼音 傳呼音 第二叫他們做門徒 第三就是找人做家長 做長老 第四就是重複這個程序 這個就是大使命簡單的模式 就是士道行轉的模式 也是敬拜會初期的模式 下一章 我們看到第四個版塊 就是十二章到十六章 就是剛才說到寶羅巴 出去了 出去了 你看到這四章聖經裡面 寶羅去到這些 肥立比亞 貼薩羅尼加 哥林多這些地方 它有一個循環的 因為它重複 又重複做的 802有沒有一個重複 又重複的模式呢 你有沒有一個策略 去一些人的中間 有一個區 香港裡面有十八區 有沒有想一下 哪一幫人群 哪一個地方 你想在那裡 有人做新的家序呢 快快的建立 人造門徒 有一個家教會 在那裡出現呢 一個家序就是家教會的起頭 你初初只有十個八個人 你慢慢會變很多人的嘛 但是要任命人做家長 所以你們有些host 或者小組長 然後家長 這個也是一個旅程來的 非常之好 好 講完第四個版塊 很快就講第五個版塊 第五個版塊 你要看到下一章 第十七章之後呢 就是 你看到呢 就是 他們去到這個愛琴海這裡 你會看到 以忽所教會了 開始看到 哥羅 哥林多 以忽所這些教會出現 特別在以忽所呢 你如果讀 使徒人轉去留心讀呢 就會出現了兩種團隊 一種就是牧養的團隊 就是說呢 做家長啊 做牧養的人的 做長老啊 地方教會 但是有些人呢 會更加超越了這些地區 周圍去鞏固人 這些是使徒性的 巡迴的團隊了 好了 下一個 最後這個版塊了 那由二十章開始 看到二十八章 當然是保羅 一路上訴去到羅馬 但是它是致力來到 將基督的計劃一生裡面 來執行出來 弟兄姊妹 你明白嗎 耶穌基督的計劃呢 你是否投身在這個計劃裡面呢 還是很模糊的 希望就是 只是過一天一天 這樣呢 我可以簡單講給大家聽 最有效要執行大使命 人人都要執行大使命出來 但是最有效的方法是什麼呢 聖經告訴我們聽 士道行傳告訴我們聽 保羅的一生告訴我們聽 他的教導告訴我們聽 培增教會 和培增教會的領袖的團隊 就是最有效的方法 這個就是 好像我說過巴士夢那樣 就是一個家序變成兩個 一個區變成兩個 所以今天802能夠獨立地 但是又和其他區有聯絡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簡單的教會 複合性的網絡 下一張 我跟大家講的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初期教會是這樣 第一張圖是頭過100年 你會看到很多紅點 是不是 正如說那一集 到了第二個世紀 很多 去到意大利 北非 第三個世紀 整個歐洲 充滿著這些 從借家到哪家 很多很簡單的教會 但是有很大的網絡 因為那些領袖 大家彼此相愛 照顧著很多人 下一張 今天 敬拜會 是不是走這一路呢 我們反思一下 弟兄姊妹 明不明白 耶穌基督的計劃 你想不想投身在這個計劃裡面呢 然後你明不明白 原來寶羅他說 我想跟大家講得很明白 其實主叫我們什麼都是一個家庭來的 Economia 家庭的秩序 你有人做家長 你就在他的帶領下給一次相愛 大家一起同心協力 敬拜會的使命是一個簡單又可以重複 簡單就是因為什麼都是用家庭的關係 家庭的秩序 用家長的愛護 就像熟練的爸爸媽媽一樣 去照顧弟兄姊妹 人人都要起來做 不只是現在的家長 我鼓勵大家都是一樣 什麼叫可以重複呢 即是說既然他們可以 我們都可以了 我們照著做 這種模式是容易傳遞的 因為今天的教會是複雜 不容易重複 不知道怎樣傳遞的 因為如果你只是靠主日崇拜大的演講會 和大的演唱會 這些是困難的 是Hard Act to follow 是很多時候有產生自卑感 因為都不知道怎麼辦 什麼時候才會像他這樣呢 但是我們敬拜會都不同 他可以我也可以 是不是 他們弟兄姊妹 我可以你都可以 他們可以就是我都可以 這種簡單的模式 但是靠網絡的 這個是一個初期教會的策略 所以大家今天希望就是這樣 我跟大家分享 盼望求主使用我們 802弟兄姊妹 按照這個簡單的旅程 大家呼召其他人進入這個旅程 因為在Dennis和Flora的身上 我們看到的 同樣要在你們的身上 而不僅是指於我們目前這樣 因為人人都有很大的潛質 神給敬拜會的託父 是一個榜樣來的 最重要就是異象 異象就是大使命 耶穌基督給初期教會特別使徒 他們寫出來的書信 是我們的異象來的 你照做吧 但是當你照做的時候 你便成為別人的榜樣 弟兄姊妹 不會記得我們講的東西這麼多 但是他會在我們的身上 會看到的 今天很多的家長 或者很多區裡面的領袖 有些跟我們少一點來往 有些多一點來往都好 但是他們是因為我們的 我的榜樣 你的榜樣走出來的 我們因為某些人的榜樣 所以到今天我永遠而 我們繼續要持守的 黃醫生是我的榜樣 范國是我的榜樣 對不對 今天你兩位 Dennis和Forn 你是我的榜樣 剛才見到Jowanda Philip 是我的榜樣 我們一定要持守這件事 緊守進行 然後主就會使用我們的生命 主是有個偉大的計劃 托付給我們的 祂是積著教會 叫天上執政掌權 得知他的百官的智慧 他沒有藉著其他東西 而教會就是家庭 所以不要忘記這件事 你一忘記這件事 你不是用家庭關係 就會吵架的了 因為在家裡 當然有些人會吵架 吵到破裂了 但是這些不是樣板 有很多樣板 耶穌教導我們 寶樂教導我們 我們是要以我們的家庭的關係 和原則 來這樣營運一個這樣的家庭 而家庭是會一個變兩個的 兩個變四個的 很簡單的 只要做就行了 我會祝福奉耶穌的名 祝福弟兄姊妹 在八靈儀區裡面 今年呢 你想一想這件事 你怎麼和這件事再接軌 用心來讀一讀保羅 《以婦所書》正說 第三章裡面 三節聖經你回去讀一讀 為什麼他第二節裡面說 我的職份 就是做家的管理呢? 管家嘛 是不是? Economia 他是託管人 他是為主執行人 他是產業的分派者 那你一明白這個 他說 其實你知不知道是怎樣執行 如何安排 就是藉著教會 教會是好像你帶領的家庭 你帶領的小組 你做個host 這個關係 永永遠遠是家庭人 但是有時候少見一點 沒問題 仍然掛著 今天不在我身邊少見的 但是關係仍然一樣 十年都沒見 一見面 就像昨天一樣 好嗎? 所以弟兄姊妹 今年是突破的一年 今年鼓勵我的就是 可以暴行過河 國民盡都過了 你要弟兄姊妹 能夠過渡我們的艱難 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婚姻 我們的心裏面的黑暗 所有的東西要過渡 是要有人出來 願意洗濕腳 洗濕手 當你的手和腳一碰到 約河水 那些困難會退去的 就像你們說的 撒旦會退去 但是你要分身 濕手濕腳 作先鋒 走在前面 那老百姓才可以過河 共主耶穌的名祝福大家 特別你們作領袖的一班 Amen